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的内容 上节课是谈到内部交易 内部交易有逆流交易 有顺流交易 逆流交易的内容在上节课说了 当然我们个别报表 合并报表的处理都应该是要掌握的 说有子公司需要编合并财务报表 因为逆流交易 它影响的是投资企业的资产 资产里有未实现利润 因此我们在调的过程中 你是代计相关资产 借方借长期股权投资 具体的数字是 内向资产里面有多少未实现利润 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 这我们要清楚 所以你要看一下期末还持有多少 那我们接着看顺流交易 顺流交易是说 投资企业把自己的资产出售给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那当然作为整体 就是说投资企业和联营企业 也同样会存在着有未实现利润的问题 那如果有未实现的 权益法和算石就应该把它消除掉 同样以后要实现了 那我们也会要调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收益 也就是说内部交易的消除 或者说以后再把它调回来 个别报表上都是通过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收益核算 但同样呢 也会是有合并财务报表的问题 那合并财务报表上 这项业务 我们要消除的是投资企业具体的项目 比如顺流交易 那影响了投资企业 报表上的项目可能是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或者资产处置收益 那你要相应的进行消除 文字呢 有时会说 说仅确认归属于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其他投资者的部分 你就是去想 如果是在自己持股比例范围之内 未实现损益消除了 那别的不就没消除 相当于确认 只是说话 他是这样讲 好 接下来我们看教材上的例十二 假企业持有 以公司20%有表决权股份 能够对以公司的财务和生产基因决策 施加重大影响 某七年 假企业将其账面价值为六百万元的商品 以一千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以公司 至某七年资产负债表日 该批商品尚未对外部第三方出售 假定假企业取得该项投资时 以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相同 两者在以前期间未发生过内部交易 以公司207年净利润是两千万元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因素 那假企业在该项交易中 它是有利润四百万 因为假卖给以的 六百万售价是一千万 那他自己本身是确认了四百万的利润 但是假企业跟以公司作为一个整体 这一部分认为是未实现 所以我们调的时候 两千万的净利润 要把未实现的这一部分给扣除 有四百万 但是只能是自己持股比例部分是消除 也就四百万乘以百分之二是消除 八十万 这样确认投资收益的时候 就是两千万减四百万之后 乘以百分之二十 三百二十万 那会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代方代投资收益 是三百二十万 同样的我把这笔分路分成两个 一个说 没有考虑内部交易情况下的 如何确认投资收益 我们的题呢 是不涉及投资时点 被投资单位资产 供应文账面价值不一致的问题 那就应该是 两千万乘以百分之二十 所以没有内部交易情况下 我们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代方代投资收益 四百万 那内部交易有四百万未实现 不认 那你当然要把它给去掉了 所以要减少投资收益 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会有借记投资收益 代长期股权投资 随意调整 四百万乘以百万之二十 八十万 所以这是个别报表上 我们要注意的问题是 个别报表上 是说 别管 出售的资产是什么 都是通过投资收益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那你未实现的这部分利润 我们都是借投资收益 代长期股权投资 那如果说 假企业由子公司需要编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不是这个概念 合并报表上要看投资企业 假企业 说跟你公司的这项内部交易 影响了报表什么项目 那我们要进行调整抵消的是 它报表上的具体项目 你不能说 我就是投资收益长期股权投资 它不是这个概念 那我们再往下看 假企业如需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对该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那应在个别报表以确认 投资收益的基础上进行以下调整 然后是借营业收入 是一千万乘以百分之二百万 代营业成本六百万乘以百分之二十 一百二十万 然后代投资收益八十万 我们也知道 假企业和乙公司这项内部交易 它影响的损益对于假企业这边 是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因为它确认了收入 截转了乙售商品成本 你比如说营业收入 它这边是按照一千万来的 我们消除时要乘以百分之二十 那营业成本六百万乘以百分之二十 我们代方投资收益 不过在个别报表上 你会看到它当时是借投资收益了 你整个的这一部分不都通过投资收益 长期五千投资反应 那个别报表上那样做 合并报表上叫调整分路 我还是把这过程给大家分析一下 然后你能知道说 合并报表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调整分路 然后看提示 在假企业的个别报表中 无论假企业销售给已公司的是什么样的资产 你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存货 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消除 个别报表上 都反映到投资收益里去了 因为投资收益是代表净损益的 它都是借投资收益 代方代计 长期五千投资损一条的 但从合并财务报表角度 应该消除具体报表项目 一定是具体的 比如说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资产处置收益等 那是这样的概念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由于顺流交易 说的是存货 那这样的存货 影响到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了 所以消除的是营业收入 和营业成本 那么下面给大家分析一下 假企业 现在拥有乙公司 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对乙公司有重大影响 要按照权益法来进行核算 现在是假企业把存货六百万 卖给了乙公司 卖了一千万 那你看在假企业这边 都会形成什么 它是认为自己认为是实现了 整体上你把假根 已放在一块位实现 当然它还是要确认营业收入的 假的这边确认营业收入 一千 营业成本六百 那它的存货是减少了六百 以那边存货会增加 一千 那从合并的角度 你现在存货根本没往外卖 而营业收入 一千 营业成本六百 都没有 存货多了四百 要消除 所以合并抵消 那就应该是这样 要是母子公司这笔业务怎么抵 母子公司是全部都抵消的 会借营业收入一千 带营业成本六百 带存货四百 你完全建立一个整体的概念 这时候就好办了 你怎么想啊 我前面也谈到过 比如说 我们这个买卖存货用的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不用抵 那就是我应收应付呢 那应收应付要抵 我们现在只是说存货这一块 那就相当于把存货 由一个地方给运到一个另一个地方去了 一方减少六百 另一方增加六百 那你看这边增加一千 是不是带存货就应该整体四百 要给消除掉 营业收入消一线 营业成本消除六百 我说是母子公司的话 但是 我们现在是投资企业和联营企业 消除的只是自己投资持股比例部分 别人那部分别消除 别的那部分要确认 这是书上谈到这个话 你知道成以自己持股比例 因此我们真正 假企业跟以公司内部交易 要谈合并抵消的话 是借营业收入 一千乘以百分之二十 带营业成本六百乘以百分之二十 然后带存货 八十 那应该是这样 因为这个存货呢 是一点都没往外卖过 那这里面的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是在随着报表上体现的 是在假里 真正合并报表调整分路 是对假的合并报表进行调整 是假企业和他子公司的合并报表 那与以公司一点关系没有 所以在假公司报表中的 是什么东西 什么项目 要调啥 要调什么项目 不是在假的报表项目的 如果这项业务影响以具体项目 是资产换成长期股价投资 是损益换成投资收入 因此 这项内部交易 在假企业合并报表上 应该体现的个什么结果 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你别给动 他本身就在假的报表上 他不就在假那边呢 存货是在随那边 存货在乙这边 你把存货是乙那边的 假这边用长期股价投资代替 所以我们看 合并报表上需要什么样的结果 这叫合并报表结果 借营业收入200 带营业成本100 这得保留 而存货换成长期股价投资 这是结果 我们合并报表上要的这样的结果 那先有明确这件事情 但是 个别报表上我们前面说过 内部交易 他做过调整分路 做过这个分路 做过的分路是借投资收益 带方长期股价投资 你说借投资收益 带长期股价投资 合并报表上呢 这个内部交易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结果 也带长期股价投资 这就别动了 但是个别报表上 当时内部交易 做的分路是借投资收益 我们合并报表上可不是 没投资收益的一说 因为它影响假企业的 神经业收入营业成本 所以当假企业有子公司 需要编合并报表时 能不想到吗 会怎么调啊 由个别报表上这个数字 就是这 个别报表的数字 我拿着手指指 你看不着我 个别报表上这个分路 调整到合并报表上这个结果 就这么个概念 这样我们看 假如有子公司 合并报表调整分路 就是我们教材上那个呗 借房借记营业收入200 带营业成本120 带房投资收益80 那你要知道它怎么来的 只有做这样的分路 才能调到合并报表这个结果 所以它是说 合并报表上的调整分路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 合并报表什么结果 我个别报表上这件事是咋做的 最终调到那个结果 就会出现的调整分路 我知道有的同学呢 你听一遍有时候跟不上 毕竟有时合并的概念 还没有建立 如果你实在不行 等学完合并财务报表的时候呢 你再过来听一听 当然我也问过有的同学 也是说没问题啊 我没学过合并报表 我也知道 应该销售什么 所以这就应该知道 是什么结果 结果呢 如果说抵消的 是在你投资企业 报表上的项目 保留 本身就要抵它 但是涉及到 连营的那边的东西 比如存货这个题 本身与合并报表 向我没关 它呢 在乙公司那边的 净资产的变动 我们反映到 长期股价投资里 所以这就会形成 结果是 带长期股价投资 而你个别报表上 是说 反正内部交易 我要消除 未实现利润 都是借投资 收益带长期股价投资 由它调到这个结果 能够看出调到氛围 我们再看 说假定 至某七年资产负债表日 该批商品 全部对外销售 都卖了 那假企业应当进行的 账务处理是什么 都卖了 都实现了 没有未实现利润的问题 所以利润数呢 是两千万 以的那边净利润两千万 我们就乘以20%就完了 你整体上 这个存货对外卖掉了 那我们就是带投资收益 四百万 就有这么多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如果都卖了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假企业六百万的存货 卖给已 卖了一个 一千万 如果以当期 把它都往外卖了 就是说 以往外卖 卖了三千万 我下面要说明什么问题 说你从个别报表上 确认多少投资收益 合并报表上 确认多少投资收益 说全卖了 合并报表上 要是 假企业有子公司 需要编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上 还有没有调长分落 主要说这个问题 那咱们看一下 以公司 以公司个别报表上 确认利润 那应该是 三千万减一千万 等于两千万 那假的这边 确认投资收益 没有未实现的了 都卖了 确认投资收益 是两千万 乘以百分之二十 是四百万 这应该没问题 都卖了 我都要确认 确认这么多 如果说 把假企业 跟以公司 做一个整体的话 你说这一项存货 实现了多少利润 原来是六百 我对外卖的 卖了一个三千万 那你整体上 开始认六百 那对外卖 卖了三千万 因此合并报表 角度确认的利润 是三千万减去六百 等于两千四 那你这种情况 权一把核算 我们要确认 投资收益 就是两千四百万 乘以百分之二十 四百八十万 这就是从合并 报表角度 我要认定的是 这么多 反正这部分利润 你整体上 我通过投资收益 来反应 那这样的话呢 个别报表上 确认的是四百万 合并报表 应该四百八十万 那四百八十万 减去四百万 等于八十万 那才是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合并报表 调整分路 你既是都卖了 也得要调增 八十万 那当然是这样的概念 我仍然是说 一千万乘以百分之二十 等于二百万 营业成本六百万乘以百分之二十 我们代投资收益才是八十万 这是这样 也就是说 我们合并报表上 你真正要确认的投资收益数 要比个别报表上的数呢 要多 事项我们这个题目啊 这是在某七年 都没卖 某七年 以一点都没卖 你看合并报表上 做了什么调整分路呢 借营业收入 带营业成本 再投资收益 八十万 是这个事情吧 所以这一年 某七年 合并报表上 确认的投资收益比个别报表上 那你肯定就多了八十万 因为你做了一笔分路 那你下一年 某八年 假如说存货都卖出去 下一年合并报表上 没有调整分路 只是根据 以公司个别报表利润 乘以投资持股比例 算投资收益 以个别报表 投资收益是多少 合并报表上 也是多少 下一年 所以总体的 比如说某七年 某八年合在一起 合并报表投资收益 就会比个别报表 投资收益多出去 多出去八十万 就是这样的概念 因为从合并报表角度来说 认定真相存货的成本 是六百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 这个问题 就这个 认定开始六百 三千个六百的差 两千四 所以有此 你才能会多呀 所以确认投资收益四百八十万 跟四百万比不是多八十万吗 我前面就说让大家 为什么会谈这个问题 因为这一块有误需 认为呢 合并报表调整翻路 还与 被投资单位出售多少资产有关 没管 你别管他出售不出售 你看哦 一条不出售 调整投资收益八万 合并报表上 这是我们教材的例子 八十万 全出售了 我刚才也解释过 也要调整八十万 那么这个数呢 然后我就从 我们书上的例子 当年一点没出售 某七年 肯定合并报表投资收益 会多出八十万 那你下一年 连续下要出售 个别报表上 确认多少投资收益 合并报表没有没的条 是认的 不会把投资收益调解 没法调解 所以下一年相同 那你把两年加起来 肯定投资收益出 合并报表比个别报表多八十万 那也不难 不是多么难理解 所以 别管 被投资单位 当年是不是全卖了 或者结算多少 调整分数是一样的 另外你可以从什么角度 去理解它 你说投资企业 它确认的营业收入一千万 与连营企业卖多少 还有没有啥关系 它爱卖不卖 反正你投资收入 营业收入一千万在了 等大家学完合并财物报表之后 你就会知道 如果母公司 把它的存货 卖给子公司 比如说要是母子公司的话 母公司 子公司 要真的是 六百万的存货 卖给子公司 卖了一千万 那母公司呢 会确认营业收入 一千 母子公司 别合并报表时 肯定这一千 要抵消 因为根本就不是 集团对外实现的收入 你别管子公司卖不卖 爱卖不卖 你就说子公司 把存货都卖了 说子公司 如果当年对外 卖了一千一百万 那也得抵这个营业收入一千 因为你是内部的 合并报表上 确认的收入数呢 一定都是说 我对外的才确认 那同样的道理 那这个 跟乙公司的业务 你营业收入也要抵啊 但是我们抵自己持股比例部分 他就说你别管联营企业卖不卖 我就要乘以 一千万乘以百分之二十抵消 等营业成本六百万乘以百分之二十抵消 这是个确定 所以你从营业收入这角度 给大家分析 要抵别管卖多少 都这样来 二百万 我从投资收益给大家说明 你合并报表上就得有这个东西 你都卖了确认八十 我就不再说了 说卖一半 卖百分之八十 你有时间 等考完试你再琢磨去 因为毕竟有人就说 说是 联营企业 卖了百分之六十 那你营业收入抵消 再乘以百分之四十 这个有点过分了 你本身在实物中要求 是要做这个调的底的 你别概念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有一年综合阶段考试 说卖百分之五十 那把营业收入就会再乘百分之五十 营业成本再乘百分之五十 这有点恐怖 所以出提人呢 可能当时是不是没想那么多 一定要从他的本质上去看 我们是投资企业 和子公司 他的收入费用 才进入到合并报表 那你和联营企业这项业务 在投资企业那边的营业收入 就有这个一千万 那有一千万两种 百分之二十就得消除 这个与 联营企业往外卖多少 一点关系没有 我们再往下看 就把它延伸一下 乙公司鱼 卖八年将上属商品 全部出售 乙公司卖八年实现的净利润 是三千六百万 简单不考虑 所都是因素 我全卖了 那现在我们看吧 六百到四百未实现利润 那要把它加回来 三千六加四百 你上年未实现呢 那本年卖了就实现了 我们再去乘以百分之二十 是八百 在这种情况的分路呢 是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挑上八百万 我们代方代计 投资收益 八百万 比如我们知道说是假 乙 然后说往外卖 20毛7年 然后这是20毛8年 原来呢 假这是六百 卖给乙的这边呢 卖了一千 如果说乙在20毛8年 把它卖掉了 一千一百 这项存货 我们真正认定的利润 因为你把假 你作为一个整体 那应该是六百 跟一千一的差 这你当时六百 我作为整体内部的 这块不算 往外卖的才算一千一 但是你看 以当年实现利润 三千六百万 含的只是说 以当时入账的存货 一千 卖了一千一 只有一百 是这个问题吧 那你真正的 这一项存货的利润 是六百跟一千一的差 是五百 这又加四百 这就是说 上一年没有卖的存货 或者以前那种 没卖的存货 本年卖掉了 以前未实现的利润 当年出售部分 就实现了 非要把 原来未实现的利润 现在实现部分加回了 那我们再去想吧 合并报表有没有分 合并报表 你看什么呢 看投资企业 投资企业那边 还有营业收入 营业出门要调吗 没有 那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利润表是当年的呀 那某八年 已把它卖了 与假的利润表上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就说 我前面谈到过 书上的例子 咱们说 某八年都卖了 合并报表上 没有调整翻路 个别报表认定是八百万 合并报表认定八百万 那你把某七年某八年 如果合起来的话 是不是就是合并报表上的 投资收益比个别报表 多八十万啊 不就是某七年所做的吗 那当然了 你说在同一年度 我都卖了 同一年度没结存 那你这个年的 投资收益数 肯定合并报表 也比个别报表多吗 多这个八十万吗 所以这笔 分路八十万一定是要有的 不能没有 不能说 那要当年 都卖的话 合并报表没有调整份额 怎么就没有 你当年合并报表上 投资起的营业收入 那一切在那放着呢 那不认啊 乘以百分之二是要消除吗 这是他的道理 当然 如果真的我们专业阶段考试 出出这种题来 我也不知道 初纪老师怎么做答案 你可以写两个 一个呢 写成说 我只是几分 不是那天说百分之五十 这个分路里面的营业收入 那你就再给乘个百分之五十 因为乘了乘个百分之五十 投资收益乘百分之五十 这个写一个 然后 你下面再写一个 这个 然后 让他披脚还是看着办去 应该他正常没法扣你分 对的肯定是 不要不要诚以 说是 结算多少 你都没关 那你工作时肯定按照这个 因为 综合阶段考试 他真的 卖百分之五十 是留学百分之五十 啊 说留学百分之五十 这一部分 抵营业收入 营业充满 投资收益 以前出现过 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解答 顺流交易 在合并报表中的调整分路 是否考虑联营企业当期出售比例 那出售比例 那出售比例就是说是不是考虑当期结存的 我前面给大家做个分析 不考虑 说对于顺流交易的存货 无论联营企业当年是否出售或出售多少 就是投资企业 联营 投资企业合并报表调整分的都一样 不要考虑比例 比如说这里面投资企业将成本六百万的存货 一千万元出售给联营企业了 联营企业当年全部出售 售价一千亿 你个别报表认定的利润是一百 一千跟一千亿的差 合并报表角度 我们认得六百跟一千亿的差是五百 所以你别给我卖多少 你都要跳投资收益 你认定的呀 利润是不一样的 你都卖了利润 还有说 联营企业当年对外出售多少存货 都不会影响投资企业个别报表 确认你也收入一千万 他卖多少与投资企业不照表 我也说如果是母子公司 前面也谈到过 那合并报表证 因为收入一千万是一定要全国底下 那所以这个联营企业就得按比例 百分之二十要低 就低二百 就是你全都出售了 调涨分路也一样 一点都没卖 那支持这样的调涨分路吗 那教材是这样说的 你都卖了也是一样 所以顺流交易 其实相对来说 合并报表调整分路简单 就看你当年 与以后年都没管 因为你当年影响到利润秒损益 因为他要调损益 那就看那个损益数影响多少就调 所以影响营业收入 那你乘以持股比例 营业成本乘以持股比例 带投资收益就完了 应当说明的是 第一个 投资企业与其联营企业 及合影企业之间发生的 无论是顺流交易 还是逆流交易 产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失 那可能会涉及到 内部交易损失的问题 属于所转让资产 发生简直损失的 有关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失 不应予以抵消 就不像说前面的 还有消除的问题 你看实现利润了 600万万万1000万 有400万万未实现 所以你乘以持股比例的话 把它消除了 如果损失 别管这事 我们看一个例题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 20%有表交权股份 能够对乙公司生产经营决策 施加重大影响 21年 甲公司将其账面价值为 800万元的商品 以640万元的价格 出售给乙公司 至21年12月31日 该批存货尚未对外部第三方出售 甲链甲公司取得该项投资时 乙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 公允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相等 两者在以前期间 未发生过内部交易 乙公司21年度 实现净利润是2000万元 不考虑所得税等 其他因素的影响 那这个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是800万卖了640 卖低了 那卖低的话 我们认为这项资产简直 这个未实现的损失 不要去管它 就是按照 乙公司21年实现净利润2000万 乘以投资方的持股比例 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640跟800的差 那是资产发生减值 减值损失 我们在对被投资单位 实现利润调整时不管它 那你如果收益减据 你不要想它损失 是不是把它给加回来 就不要讲 因此只是用2000乘以20%来算 就会有借记长期股价投资 所以调整400 代方投资收益400 那我们看第二个 核营方向核营企业投出非货币性资产产生损益的处理 这里说核营方向核营企业投出或出售非货币性资产的相关损益 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因为是说核营方向核营企业 这是核营方 然后是核营企业 像这边 投出资产 就把资产进入到核营企业了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核营方投出的资产要是非货币性资产 要不要影响损益 我们正常不说 你把资产投出去了 资产公允价值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呀 要影响损益呗 如果不让确认损益的话 你只能是考虑账面价值 那看说第一个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 核营方不应确认该类交易的损益 与投出非货品资产所有权 有关的重大风险和报酬 没有转移给核营企业 那这个规定是我们以前 就说收入准则 只是谈风险报酬是否转移 我们现在一般的谈控制权转移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说你投出这项资产的控制权没有转移 没转移你不要去确认收入 不能确认收入 就只是投出去了 你还得反映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面来 我们现在收入里面只是说风险报酬转移 是作为控制权是否转移的一个判断依据 但严格来讲 是控制权转移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这个内容大家会在收入准则里面去学习去 然后说投出非货民资产的损益 无法可靠计量 那就账面 损益又没法定 说投出非货民资产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 我们不具有商业实质 也不让确认收入 对 会在收入准备里说 所以这种情况 不应确认交易的随意 那相当于按账面价值 反映到长期股权投资中了 那第二 合营方转移了 与投出非货民资产所有权有关的重大风险和报酬 并且投出资产留给合营企业使用 就认为是控制权转移 说按照我们新的 这个文字早就有 是我们现行收入准则之前的 是老的那个收入准则 当时按照这个说 那要真正的是投出去 应当在该项交易中确认归属于合营企业 其他合营方的利得损失 那你这边要确认收入 转成本 如果是存货 那你别的呢 投出固定资产 当然要确认利得或者损失 交易表明 投出或出售的非货币性资产发生减值损失的 那合营方应当全额确认这部分损失 你发生减值还减值 跟前面说的是一样 如果又卖低了 减值了 那算资产减值损失 然后我们看第三 在投出非货币性资产的过程中 合营方除了取得合营企业长期股权投资外 还取得了其他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 应当确认该项交易中 与所取得其他货币性非货币性资产相关的损益 就说有时我们拿 比如说厂房进行投资 那厂房投资这一部分 比如说一共是一千万 厂房的账面价值是八百万 整个的这个利得 如果你卖掉的话 二百万 就是厂房过去了 但是我现在投出的 就说是一千 然后 这公寓 房子公寓一千 账面上 大致反指导一下的过程就可以了 说一下的事情 账面是要八百 如果你把它真的卖掉都收到现金 我们确认利得 十二百 但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比如说 这个公司的注册资本 是一千八百万 我们现在占百分之五十的持股比例 不过这个房子的公寓 我们先不考虑增值费 就是一千 那现在呢 这公司合营的是A跟B组成的 我们现在占在A的角度上 B呢 要投现金 他应该投多少 投九百 那这样的说 企业的注册资本 是一千八 B呢 实际上 他往这里面投现金 投八百 往这里面 投八百不总数就构成一千八了吗 因为你A这里面呢 这是站在A的角度上 投出资产 投进一千 一共一千八 然后B呢 再给A一百 那这现在就出现什么问题了 整个A跟B组成的合营企业一千八 由于这个房子 就值一千的公寓 他还占百分之五十 所以要求B再给他一百万 那相当于这个房子会是什么概念呢 一个说 我得到货币 卖的得到货币资金 一百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投资 九百 那你既然收到货币资金了 就要确认货币资金的这种利得 所以就说那货币资金卖的这一部分 相当于百分之十嘛 公寓的百分之十 就应该是 整个利得二百 乘以百分之十 二十 剩下的 所以应当确认该相交易中 有此取得其他 相关损益 你货币性的是二十 那我们非货币性的 那就是二百 整个利得二百 乘以百分之九十 等于一百八十 他说的这个东西 大致有这么一个了解 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说应欲注意的是 合营方向合营企业投出 非货币资产的交易 这说合营方 也是要区分 投资方个别财务报表 和合并财务报表分别处理 这是 投资方要是投资 这些资产 非货币资产 因为里面呢 会有未实现损益 算不算内部交易 主要这个问题 那现在讲说算 毕竟是投资方 跟联营企业 作为一个整体了 损益叫未实现吧 既然有未实现损益 那就要在 被投资方合营企业 当其实现利润的基础之上 要考虑这部分 未实现损益的处理 比如说有未实现利润 你要为它消除 同样也是涉及到 个别报表 合并报表的 就是 投资方由子公司 需要编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上 也是一样 也会有调整分路 就也可能会有调整分路 那今年的教材上 加了这么一段话 我给他稍微再说一说 说投资方向和 向联营企业 投出非货品资产 产生损益的处理 比照 上述同一原则 进行会计处理 一定说投资方向 联营企业投出 非货品资产 那我想这个例子 说完怎么进行处理的话呢 那合并方那个后面 教材上所举的例子 也能够找出感觉 例如 21年1月1号 甲公司向A公司 投入一批存货 从而持有A公司30%股份 该批存货成本是800万 公允价值是1000万 21年A公司 实现净利润11千200万 至21年12月31日 A公司 尚未出售上述存货 都结存了 我们不考虑其他因素 对于呢 直接向联营企业 投出的非货品资产 那这一部分 算作顺利润交易 因为把投资企业 比如这里面奖 还有联营企业 作为一个整体了 那这个800万的存货 到1000万 认为是未实现利润 因为当年一点都没卖 A公司上面出售 所以要把未实现利润给消除 当年账上的净利润是1200万 我们要消除未实现利润 1000减800 然后再乘以投资持股比例 30% 300万 因此我们个别报表上 会有借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300万 代投资收益300万 把投资企业和联营企业 做一个整体 这是一个 顺流交易 未实现利润 要扣除 要扣除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说当年 A公司把这个存货 卖掉80% 我们1200万减去 1000减800 要乘以多少 是乘以卖掉部分 80% 还是剩下部分 20% 当然剩下的 是你未实现的吗 剩下的 我前面也多次谈到过 如果是涉及到 公允 跟账面不一致 比如投资10点上 人家被投资单位 公允跟账面不一致 那你说乘以 我们当年 卖掉部分 这是个内部交易 所以做这笔分路 那我们再往下看 说假公司 若有子公司 在假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上 你也得别分路 因为我们认定 这件事情 是一个顺流交易 你要是持有30% 所以借营业收入 1000万乘以33% 带营业成本 800万乘以3240% 带投资收益 60 所以这就说 它是一项 特殊的一种 顺流交易的处理 那接下来我再说一下 因为有的同学说 哦 这种投出非货品资产 还要考虑调整的问题 投入的时候 是算顺流交易 如果你投出非货品资产 取得某一个公司 比如说30%股权 不是投入到被投资单位 联营企业 是从投给别人了 那两回事 所以接下来我说 上例中 若假公司投出存货 给非关联方 乙公司 跟不关联的 取得乙公司 持有乙公司 30%股权 那就不存在内部交易问题 我们内部交易是说 投资企业跟联营企业之间 他们作为整体 你得资产给了乙公司 乙公司跟你没关系 那这样的话说 假公司 21年确认投资收益 1200乘以 30% 360 你不要想说 我还把那个 未实现的给扣了 那你这不着边 我们下面看 教材的利益13 假公司 乙公司 和丙公司 共同出资 设立丁公司 注册资本 为5000万元 假公司 持有丁公司 注册资本的 38% 实际上 这成立了 一个合营企业 乙公司 和丙公司 各持有 丁公司 注册资本 31% 丁公司 为假乙丙公司的 合营企业 说假公司 以固定资产 集气出资 该集气的原价 是1600万 累计 累计折旧 400万 公允价值 1900万 没有提减值 乙公司和丙公司 以现金出资 各投资 1550万 假定 假定假公司 需要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 不考虑 所得是影响 我们看 假公司的 账务处理 不像 假公司 在编制 个别财务报表中 对丁公司的 长期股价 投资 是1900万 也就是说 要体现 它的供允价值 投出 资产的供允价值 那现在 投出集气的 账面价值 与供允价值 差弱 账面价值 1200 供允价值1900 所以 会有一个利得 700万 我们要确认 那技术方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 1900万 贷固定资产 清理1900万 这是反映 投出固定资产的 供允价值 那当然 我们把固定资产 投出去 你要通过固定资产 清理科目核算 把这项固定资产 的账面价值 转到固定资产 清理 账面价值 原价是1600万 已经提了 折旧400万 所以账面价值 到固定资产 清理的是 1200万 借固定资产 清理 那这个固定资产 供允价值1900 账面价值1200的差 我们 要转到资产 处置损益 因为它毕竟 是有价值的 你要转到资产 处置损益 所以会有借固定资产 清理 带资产 处置损益 700万 然后 假公司在个别财务报表中 按权益法计算 确认 丁公司当期实现净利润 应享有的投资受益 应当扣除归属于假公司的利得部分 也就是你算的过程中 要乘以自己持股比例部分 这是算作一个相当于顺利的交易 一共的利得数 非货名资产这一边反映的是700万 我们成立自己持股比例 38% 那你又要扣除 如果丁公司成立当年实现净利润 2000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假公司确认投资受益 就说 联益企业2000万的利润 就你投资之后实现 这当年实现 要减去这个700 然后我们再去乘以38% 那假设啊 都没有涉及到提折旧的问题 所以等于494 是这个数 下面讲 假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对于上述投资所产生的利得 仅能够确认归属于 以丙公司利得部分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那需要调整 归属于假公司利得部分 266 今年呢 原来叫抵消 今年叫调整 他做了一笔分路 借资产处置收益 带长期股权投资 700乘以38% 是这样的 如果说 像国外 比如说美国 只需对外提供 合并财务报表的话 那假如不管个别报表 在合并报表上 你可以说 我要做这样的调整 因为是 个别报表都来了 我不提供 我合并报表 要调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但如果说 你个别报表上 有 已经做了 这是合并报表上 一个结果 你个别报表上 要曾经做过 调整时 你比如说这个 确认过 那你合并报表 调整分类 不是他 你个别报表 什么都没做过 我这件事情 就在合并报表上 瞧去 那要求这样的结果 可以 如果个别报表 做的话 那你是借记 资产储值收益 带什么 带投资收益 损益对损益 而你资产 你资产对资产 这么个事情 而这个例子 历史比较悠久 是很早以前 财政部一位领导写的 我们书上例子 是一个节选 但是后来 因为比如说 当时什么营业外收入 现在变成资产储值收益 改了改 别的都是那个原型 根据那个原型改编的 但是当时领导 还有下面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说上述 在个别财务报表 和合并报表中的处理 也可以比照权益法下 顺流交易 对未实现内部交易 损益抵消 进行处理的原则 说你个别报表都做了 和平报表做了 可以比照这个 他又接着说 假定 丁公司投资 当年实现净利润为零 这是一种极端的假设 便于理解 假公司在个别和合并报表中 做如下处理 那个别报表上 说他实现的利润零 然后 这部分内部交易未实现 有税流交易 未实现的这七百 零减七百 那乘以投资方持股比例 百分之三十八 等于负的二六六 只谈这个内部交易 形成的分路 他说假定净利润零 那由此呢 我们会有借记投资收益 代长期股价投资 此一调整 这个数 二百六十六万 然后下面的数 第二 假公司 在其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中 对上述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在个别报表基础上 做如下调整 你看他这块就调了 人说了 借资产处置收益 代投资收益 二百六十六万 这是体现一个 损益对损益 论文当时是有这个东西的 我们书上是来个节选 实际上不好 那给人感觉没弄没收完 所以实际上来说 那如果论文里面 把这笔分路是 我们合并报表上需要这样的结果 可以 那如果说当时在 合并报表根据个别报表编 个别报表没有处理过内部交易 那我们真的就是这样调整分路 也不能说错误 但是如果说 你个别报表上做了这样的分路 在个别报表已做的基础上 调整时 肯定是他 借资产处置收益代投资收益 我们考试都应该是在 个别报表已做的基础之上 进行的调整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再说未来期间 该项投入丁公司的固定资产提折旧时 前期投资时产生的利得中折旧部分 在计算确认投资收益时 作为内部交易损益进行后续处理 那以后这项资产提折旧 会实现的 就是说 固定资产中未实现利润 以后通过多提折旧方式会实现 那当然我们也要做相应的处理 这个在后面会有例子 我给大家还要进行说明的 那这节课 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顺流交易 那个别报表合并报表的处理 我们也应该都清楚 个别报表上 注意的问题 以前未实现利润 本期实现了 你也要进行调整 那在合并报表上 有此公司编合并报表时 合并报表上的 有没有调整翻路 就看投资企业的损益 因为顺流交易 影响投资企业损益了 影响哪个损益 那你就用那个数字再去乘以 投资方持股比例 然后带方的带投资手机 别管是这项资产 被投资方是否对外出售 余能没管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